近几天全台湾的天气都是湿湿冷冷 有些地方还下了多场大雨 在高雄下雨天 大家最怕的就是地上坑坑歪歪难以出行 而去年的823水灾之后 高雄市的路面甚至是出现了5000多个天坑 令人震惊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近日就爆料说 高雄路面当时出现的大坑和市政工程的承包商 义工营造厂的董事长林中静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这个人与绿营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不是轰炸机 这只是下大雨而已 为什么路上有5000个洞 这个对高雄的心理打击有多大 5000个天坑从何而来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近日提报 相关工程是由绿营商人接手承包的 我在这边公布一下 高雄市政府的顾问 叫林中静 医工营造厂的董事长 他是市政府的顾问 他承担什么 所有的道路就是他干的 5000的水坑 他就是其中之一的元凶之一 据台媒报道 医工营造的董事长林中静 不仅担任高雄市政府的顾问 还是台行政机构的顾问 从高雄市政府采购网的信息来看 从2009年到2018年 医工营造年年承包台电管线工程 大多数都是在高雄凤山地区 从近两年来看 它都有5到6亿元新台币的中标金额 而所谓配电管线都是必须要动土挖开马路 才能进行的地下管线工程 除了台电管线工程 高雄市政府发包的无障碍之家 起标5亿元新台币工程 也是由医工营造承包的 花妈陈菊的了不起的伟大的执政 官商勾结 请他的顾问去包他的工程 然后偷工减料 然后用了5000个天坑 天坑与医工营造到底有多少关联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但是目前看来 一一填补这些积压已久的坑坑洞洞 似乎成了高雄市长韩国瑜 当前的第一要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